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歌》,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 近代以来,神连一直都在探索宇宙,并通过建造国际空间站以满足宇航员持久研究太空。 在1991年5月18日,苏联宇航员克里卡列夫被派往太空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空间站的宇航员在完成任务后都陆续返回地球。 当轮到克里卡列夫的时候,地面始终没有发送返回地球的命令。 无奈到克里卡列夫只能守在空间站中。 幸好的是,还有另外一名宇航员沃尔科夫陪伴着他。 在克里卡列夫望着宇宙中的地球时,1991年12月26日,苏联轰然倒塌,夜间土崩瓦解,分裂为15个国家。 行政管理一片混乱,而宇宙空间站的事情完全没有人理会。 在地球混乱时里,克里卡列夫依靠着美国宇航局提供的补给,勉强为生。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一年后,1992年3月,俄罗斯终于想起,还有两位宇航员在宇宙,提忙实施了拯救工作。 在1992年3月17日,滞留太空311天之久的克里卡列夫两人终于返回地球。 克里卡列夫升空时是苏联人,返回地球后,国家已经荡然无存,最后加入了俄罗斯,成了俄罗斯人,他也被称为最后的苏联人。 虽然成为了俄罗斯人,克里卡列夫仍然在航天领域奋斗。 在2007年完成六次飞行任务的克里卡列夫正式退休,他累计在太空停留的时间达到了803天9小时39分钟,也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。 好啦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,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,我们下期再见。